清涼降溫又時尚的滾豬油 你隨身帶了沒 哈囉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現在夏天啊 每次到下午的時候 大家會不會有時候都頭昏腦脹 然後懶懶的想不出東西來 這個時候呢 其實 我自己的隨身化妝包裡面 都會帶一些小小的秘密武器 你看 就是滾豬精油 我喜歡很多那種很有涼感的滾豬精油 就是有薄荷的啊 可以讓我提神醒腦 當我需要振作一下精神的時候 我就會拿出我的化妝包 把這些滾豬精油 當著老闆的面 他一邊講 我就一邊滾 一邊滾 我大概滾個十秒 我的精神就回來了 所以大家到底有沒有 帶一些時尚的 有薄荷清涼感的滾豬精油在身邊呢 像我現在啊 要幫大家介紹四款 我覺得還不錯 具有薄荷涼感的滾豬精油 第一瓶啊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這一瓶叫做AVEDA的藍色紓壓滾豬精油 它大概已經推出十幾年的歷史了 而且是OL圈代代相傳的口袋好物 我自己啊 其實也超愛這一瓶的 但是它其實擦完之後 那個涼感很快就上來了 如果有的女生啊 就是上下班通勤在捷運上面 就是下了班啊 你知道捷運裡面都有一些很難聞的男生的臭味 其實你這個時候也可以稍微塗一下 讓自己聞一下這種有清涼薄荷涼感的味道 然後你的精神啊 跟你的情緒也會比較好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如果像夏天啊 如果你想要洗頭的話 那個洗髮精如果沒有涼感 你會覺得不舒服 滴幾滴這些精油在你的洗髮精裡面 然後洗頭 其實瞬間 你的頭皮就會發涼 就會非常非常的舒服 第二瓶啊 我要介紹這個來自英國有機保養品牌NYR 它其實在英國也非常非常的有名 大概已經算是國名品牌了 我自己也很喜歡這一瓶精油 因為它的名字叫做思綠清新 如果你上班 又來了 如果你上班又是開始頭昏腦脹 真的可以讓你思綠比較清晰 那這一家的滾豬精油啊 其實裡面用的植物都是100%的純天然精油 而且都是在他們自己的農場栽種的 像裡面有什麼呢 就是有綠薄荷啊 葵花籽油啊 丁香跟甜橙 它的味道啊 就不是那種一塗上來好像就是很嗆辣的薄荷味 反而是調和這種天然植物的香氣 所以如果你也很喜歡那種有層次感的清涼薄荷精油 你選的這一瓶我覺得會不錯 因為這種純天然的精油 其實它真的是可以帶來療癒的效果 平均你大概擦一次 大概療癒的效果會持續兩個小時 所以你一天大概擦六次 算是最多了 第三瓶啊 我要介紹這個 是比較貴族的品牌 它叫做AA 它是就是英國皇家指定用的精油品牌 那我自己也很喜歡它 因為它就是皇家嘛 所以它的那個味道啊 真的調得非常非常的高級感 那這一瓶薄荷滾珠精油啊 除了薄荷之外 它用到的是歐薄荷 就是帶一點點辣味的歐薄荷 那歐薄荷啊 其實聽說在古羅馬的時候 那些人啊 如果有緊張 壓力 或者是腸胃不舒服 他們就會利用歐薄荷來解決這些身體不適的症狀 所以是已經流傳很久的一種方法 接下來我要介紹這個尼歐 也是來自英國的精油品牌 它的創辦人啊 其實還蠻年輕的 是一個年輕的媽媽 而且跟我有關喔 因為它其實也是 當初是做雜誌的美容編輯出身的 因為就是壓力很大 所以開始在研究精油來解壓 那這一瓶日安美好的精油啊 它其實也加了一些薄荷啊 還有像是檸檬 柑橘 甜橙 這種大概有八種的這種濃縮植物的配方成分 而且都是高濃縮的植物成分 聞起來其實非常非常的舒壓 它是營造一種在山上裡面 微風吹過來那種清新的感受 另外啊 如果有人覺得就是腸胃不舒服 或者是有一些孕婦 她就是在孕吐 好像會建議說不要再亂擦什麼精油 可是這一瓶的精油配方 是孕婦也可以直接用的 所以如果你有好朋友啊 可能正在孕吐期間什麼的 可以推薦她使用這一瓶精油 像我剛剛啊 介紹了這麼多 就是天然的滾珠精油 讓人家有清涼 就是瞬間提神醒腦的效果 你一定會問啊 那白花油跟綠油精 還不是有這樣的效果 那兩者之間有什麼差別啊 其實白花油跟綠油精啊 它們最主要的成分是薄荷腦 什麼是薄荷腦呢 其實它們走捷徑的 薄荷腦不是天然的 是化學合成的 那其實化學合成也不是不好啦 因為很多皮膚科醫師說 使用單純的成分越簡單越好 所以單純的薄荷腦 就是直接達到你要的皮膚效果 就是清涼鎮定 也沒有什麼不好的 那可是綠油精跟白花油 除了薄荷腦之外 它們還加了一些像張腦啊 還有什麼甲基水洋酸啊 什麼冬青油 喔 這些聽起來也不用記 也沒有關係 因為這三四種成分 全部都是讓你瞬間感到清涼 清爽 鎮定的感覺 如果你不喜歡那麼直接的味道 直接的療效 你就可以選擇比較溫和 天然 有層次味道的天然滾豬精油 那其實綠油精跟白花油 因為效果非常非常的直接 有效 所以它們其實是被歸類為乙類成藥的 如果你不喜歡像是白花油 綠油精這種有藥靈效果 感覺會帶來副作用的滾豬精油 你就可以選擇比較天然的副方精油 可以刺激你的腦內 分泌一些快樂的荷爾蒙 而且可以放鬆你的膠感神經 解決你身體或心理因為壓力產生的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選擇天然的精油是不錯的選擇 如果你還有什麼關於美容保養的相關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喔 還有要繼續關注我們的粉絲大調查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